大家好,19点37分了,1月19号礼拜三,2022年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啊,这个军队的文件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People's Laboration Army东部战区总医院 关于违规发放福利问题整改的通知 违规发放福利啊 各部门科室病区冒号联勤保障部队巡视指出 医院2016年初为全院工作人员按每人246元标准 发放洗涤用品属于违规发放福利 要全额追回 前期医院对在院军队人员进行了追缴 聘用制人员和离院人员尚未整改完成 根据上级反馈意见和医院党委首长指示要求 2021年1月20日前要全部整改完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通知如下 一追缴人员范围 2015年12月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再任工作人员 扩红名单详见复见 如名单不符请及时与整改专班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人赵岩联系电话863567 863567这是军线内部打的 如果从地方往里边打 前面加两个号码八位数 二退款实现和方式 2015年12月时任工作人员 县仍在医院工作的以部门科室病区为单位 逐人收取后交至综合保障楼四层基层财务室 并付交款人员名单 对于离职工作人员 由各部门科室病区负责联系通知 讲清原因讲清利害 争取理解支持 款项可由本人直接交纳 也可由部门科室病区贷收贷交 所有款项务必于2022年1月15日前 追缴完成 交款方式 微信 支付宝 或银行卡 请各部门科室病区 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问题整改 对接协调 医院将在每周的周会通报讲评 整改进展情况 感谢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医院违规发放福利问题整改工作专班 2021年12月20号 就发了240多块钱的 246块钱的这个洗涤用品 那就洗衣粉呀 什么这个洗发液呀 毛巾肥皂啊 香皂就这个东西 200多块钱 其实啊 有可能发的更多 是吧 有可能发的更多 这就是糊弄糊弄 是吧 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查 那些人也是硬着头皮 都是糊弄局的 是吧 你哪单位的哪个局的 糊弄局 都是糊弄 应付差事 中国这都是一阵风 是吧 上边上怎么弄就怎么弄 是吧 就跟前几年反腐 是吧 这抓了 我听说抓了上百万的官员 说他们是贪官 当然他们也真是贪官 但真正的呢 比他们贪的百倍千倍万倍的 没事 主席台上坐着呢 就苦了老百姓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